第一题甲乙两种不同气体产生反应如图 白圈圈与黑圈圈表示不同的原子 下列有关此反应的迅速何者错误 我们看到甲是纯粹的黑圈圈 乙是纯粹的白圈圈 所以甲乙都是由单一原子所构成的物质 所以甲乙都是原柱 所以选项A是对的 我们看到丙都是两个黑圈圈加一个白圈圈 就是两种元素 两种原子以固定的比例相同的种类 数目排列方向所结合而成 所以比较化合物 所以选项B也是对的 而我们的丁就是两个黑圈圈 跟我们的甲是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里反应当中甲的反应是过量的 所以选项珠是对的 而丁就是甲 它并不是新生物质 所以选项C是错的 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 有关因此反应的迅速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丁为反应中新生成的物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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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为反应中新生成的物质